黃色啦 欸 開始錄了 好 請坐 那個 我們剛剛講到很多定律 我們在做一些 彈數的音量 你們應該都算過吧 沒有假設說 38 等於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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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什麼 好醜喔 停 這三張很輕啊 好 好 因為你不會啊 超雅喔 你漂亮 我剛剛說 X等於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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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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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國中跟國小有一個很大差 可是國中開始慢慢習慣用這個文字來表示數字 你們學過貴姿數學過代數了吧 代數 代數學過沒有 就是用符號去代表數字 這個意思 用符號去代表數字 X啊 Y啊 Y啊 Z啊 A啊 B啊 C啊 這叫做用文字代表數字 這叫做代數 你慢慢習慣用文字代表數字 想想看喔 F 所以當你忘記沒有關係啊 我現在跟你講的 欸 同學先把數放下 我現在跟你們講的意思是說 當你忘記了沒有關係 就回去想真實的數字 給自己拼湊一個真實的數字 思考上自己的關就對了 當我這樣寫 我相信80%的同學馬上說 那X就是等於7分之38 因為你把7移過來而已啊 是不是這樣子 是不是這樣子 同樣道理啊 我剛才的問題就是 K等於什麼 那就是把X移過來而已喔 就是X跟F嗎 這是一樣的道理喔 代數跟數字沒有什麼差別 它是計算方法完全一模一樣 完全一模一樣 只是它是因為它是代號而已 懂的意思嗎 就是一個代號就換算了 好 當我們等於這個東西的時候 就有意義囉 什麼意義 K跟誰乘正比 你這個做沒頭什麼意思 沒有 我要想 OK K跟誰乘正比 跟F乘正比 跟X乘正比 跟X乘正比 是不是跟F乘正比 還是跟X乘正比 都乘正比啊 沒有 我們講乘正比 當一個子固定的時候 F越大 K越大 當X固定的時候 K跟F是不是 F越大 K越大 這叫乘正比 當F固定的時候 X越大 F越小 對不對 所以 K跟X沒有乘正比 這時候本來是乘反比 所以我們可以上行 K 正比於X分之1 這叫做K跟X乘反比的意思 然後它正比 乘反比沒有符號 這個符號叫做乘正比 正比於 以前我們在高中的時候 學到這個東西 找時候叫我們寫下來 這個東西叫做 正比 乘 因為以前的影印記 其實各方面都比較不方便 所以大家要抄筆記 現在雖然很方便 但是我們也看你的抄筆記 習慣上要把不知道的東西學會了 除非你可以記下來 我們就要抄下來 然後 開正比 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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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比意思是說 回到這裡來 你剛剛問題應該是 想說有問題嗎 跟人家要問了 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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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大 他就變成大 他大一倍我就更大一倍 他大兩倍我就更大兩倍 這叫正比的意思 懂嗎 懂意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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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多一倍我就多一倍 他多兩倍我就多兩倍 他什麼叫反比 他多一個我就少一倍 錯 他多一倍 我就變成原來的二分之一倍 他多三倍我就變成原來的三分之一倍 這才叫反比 反比是這個意思 譬如說 他多一倍我就 少一倍 什麼叫少一倍 反比的意思有點像是 像這個 K跟X就成反比 當你的力量是一定的時候 K跟X叫反比 K會大 K會大X會小 K會小 這意思是什麼呢 你猜一下 當我都作用一公斤的力 在一條糖尾上 一公斤重的力 在一條糖尾上 這樣我常常拉很長 比方說 K是大來小的 小的嗎 X越大 K越小 當這個常常 基本上都沒有拉夠 K是大來小的 K是大的 K是大的喔 基本上 蛤 蛤 蛤 X生糖量啊 這我都沒有變成 這剛不是解釋過 X生糖量啊 好 你這個生糖量基本上沒有變 我問所有的 我現在來問個運用問題 這根鐵棒會不會K字 會 會 不會 K字大或小 大 大喔 基本上上面掉個東西 它會拉長 會 會 但是很小 小到你幾乎不知道 如果掉很重很重的東西 你事實上這個糖就這樣 會不會 會直接斷掉 不見得直接斷掉 它會被拉長 然後再變成細 然後變成長 它可以聽到 非線性的那一段 在線性那一段 它是 你掉一公斤 它就會拉長一點點 那一點點 只是你就會黏色了 事實上它是會有線性關係的 會有線性關係的那一段 所以這東西也是可以來看 K可以當這樣 對 它也可以當糖果 它也可以當糖果 OK 所以 K是不是跟那個 被拉的東西的密度有關 我見得是跟密度 跟它材質有關 跟它的特性有關 每個物質都有 每個物質的特性都有 它跟它的物質特性有關 所以同樣的一根 鋼絲 同樣一根鋼絲 都可不可以拿來做糖果 不同的鋼材 無鏽鋼 中碳鋼 烏鋼 碳鋼 鋼 鋰鋼 可不可以做糖果 可不可以做糖果 有些可以做糖果 所以做糖果 我們可以拿來做糖果 線性的部分很長 它試著拿來做糖果 假設這個糖果 問你喔 這個糖果 好 還是 這個糖果 哪個糖果 假設糖果做實驗 這個糖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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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好啊 這個可以量到很大 這只能量一點點 對不對 這量這一點就不能量了 那有些糖果是這樣的喔 這個糖果 這看完好不好 對阿 我發現怎麼會在上面 這就是變化 非線性啊 就非線性 它就開始斷電來斷 這個好嗎 這個也不好 因為它真的假的 這範圍是丟一倍變化 X變化很小 它F變化很大 這也不定很好 但這個東西可以拿去 可以做防止的結構 可以做牆 不要那麼好 避震很大力氣的時候 它變化很小 對 假設剛才很好 這可以適合拿來做糖果 你拉伸的時候 我罐頭的刀會變化量 這個基本上沒什麼用 你推破了 OK 拿 保利公拿來做糖果 保利公有沒有彈性 有 保利公很彈性喔 他可以做糖果 他可以拿來做糖果秤 可是他是不是拿來秤 很重的東西 不適合 所以說適不適合做糖果 應該講的是說 他一定要適合的地方 假設有保利公說糖果 他可不可以秤很小的東西 而且秤得很準 對不對 他秤小東西 但他可以適合的變化量 我可以看他很大的變化量 欸他做不就有用 我可以拿做小糖果秤 秤很小的東西 他就有用 OK 所以適不適合這件事情 大家看用在哪裡 好 這是符合定律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講 力的平衡了 我們要力的平衡呢 簡單來說齁 我們看這個現象 有運動 有形狀變化 有破壞 我們就說這東西有收音 是這樣的 我們上禮拜已經講過了 第一個東西叫做事後力 通常會有三個效應 三個結果 很大 三禮拜快結束前 講過沒有 龍圈 有嗎 所有東西 不確定我們就說第三者 對不對 龍圈證實我們說的話 龍圈是第三者 不是那個意思 我們兩個之間的第三者不是很怪嗎 龍圈是我們兩個之間的第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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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意思嗎 對 多怪 龍圈 好啦 所以說 所以說 我們看到一個人 坐在板凳上 坐在板凳上 好 他坐在板凳上 好 他坐在板凳上 結果呢 這個椅子沒有變形 椅子沒有運動 椅子也沒有破壞 請問椅子有收音 有 所以他為什麼沒有這三個效應 因為他還是有變成 第一個 他的變形小到我們看不清楚 所以他是有變形的 但是看不清楚 但是他變形完之後 他就沒在變形啊 這時候我們沒有說 他有沒有受力 有 有受力 怎麼他不會動 因為有另外一個力 跟他相比掉了 OK 所以平衡掉了對不對 所以這個人呢 這個人 他本來 受了一個力 這個力氣力向下拉他 可是這個人沒有動啊 為什麼 因為這個凳給他另外一個力 這本來給他另外一個力 向上拉他推起來 所以這個人基本上 鑽子上沒有動 他屁股有變形 屁股有變形 我看到有受力了 我看到有受力了 可是他沒有動 因為兩個力剛好 剛好 抵消了 是不是抵消了 所以有時候這個 要期待大量的肌肉的話 好像 會有點困難的意思 好 沒關係 看到平衡狀態 平衡狀態的情況之下呢 我們簡單講 平衡狀態叫我們 他運動狀態沒有改變 運動狀態沒有改變 他停止不動 或者他靜止不動 這個情況叫我們說 他處於這種平衡狀態 所以我們要講力的平衡 所以力的平衡有什麼條件 講那兩個力啊 我這邊撕一個力在這個木頭上 我希望平衡他 讓他不會移動 我該怎麼辦 我該怎麼辦 我撕了一個力 從哪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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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找個哪邊 假設這邊吹的是乘味 我找個龍圈去吹他 可不可以 可以 那怎麼辦 就乘味小力一點 OK 要乘味小力 前提是什麼 兩個力要相等 兩個力要相等 兩個力要相等啊 而且 兩個力要作用在 不同的相反方向 要乘相反方向 讓他整個平衡 所以說我們直覺 我們要做這種直覺對不對 改變當時這個樣子 我們要做啊 好了 那假設呢 我們有三個力 欸 我剛剛是做一個力 我又有一個力 這樣作用 猜猜看 第三個力 假設我們現在吹會在 黃的點上 這邊有顆球 嗯 同時間 那顆紅色的球 借一下 好 我這樣推他 第二個人總統推他 第三個要怎麼推他 球才不會動 好 上來畫 給你加一點 換你 換我對你給你加一點 欸欸欸欸 等一下 這邊要有踢腳嗎 沒有 他在皮面上 對 一模一樣 完全答案 正確答案 就點下一點 OK的啦 好 請問 這一條件怎麼決定的 要做中間點 哪個中間點 什麼叫中間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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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小孩就是 這樣那個什麼 好 舉個例好了 舉個例 停 停 停 抖抖 那我再問你喔 假設有這樣畫 這樣畫 我做在同一個點上 你會怎麼畫這個例 這個例 跟這個例 你所畫出來 預測的例會有哪裡不一樣 你的中間點在哪裡 好 那就是要跟這邊一樣長 然後 然後呢 然後就假設這邊一樣長 然後我就這樣 然後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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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對 差不多這樣 這樣 這樣 我真的 畫 我這樣 大概你的意思 但是這條線怎麼畫出來 我是不太搞的 好 你就Copy這邊 貼下 Copy這邊 貼下 貼在哪裡 貼在底下 這是一台線嗎 底下哪裡 先把這邊固定 然後貼在這邊 把它貼出來 你又把它畫出來 畫虛線 跟這個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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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方向無關 方向無關 它的相對方向 對方向 然後就是從這邊 這樣 然後從這邊 這樣 然後從這邊 這樣 OK 上面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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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把它畫好一點 這一點沒有那麼簡單 你要講音詞做音 才可以得到一個 好 好 好 誰跟誰一樣 正能拉一樣 正能拉一樣 OK 然後呢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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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剛剛第一次畫得不好 對 OK 照中解釋 基本上 正確很好 雖然是畫 畫都很爛 欸 不用平心四邊的形態 平心四邊形態 簡單來講就是 我們把右邊的這一段 分到這邊來 要長度一樣 把上面這邊 以固定下來 這樣簡單來講就是 左邊的力 跟右邊的力平衡 上面的力 跟下面的力平衡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把這個連起來 所以我們畫這條線 這個力呢 就可以把這個力 跟這個力 完全解消掉 這樣做平衡 好 這叫平衡 是吧 所以我們簡單來聊 再做一次做這件事情 你怎麼會把力平衡 我們先把分成一個支角 支角的力有多少 垂直方向力有多少 垂直方向力有多少 我在另外一邊 補給它相同的意思之後 做出一個合力 我就是有比較大的力 所以我們想力的平衡 是這麼一回事 所以我們在想力的合力 力的合力 怎麼運算 假設我現在 作用在這個點上 我試給它 這個方向的力 就是試給它 這個方向的力 然後合力在哪裡 合力會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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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畫清楚 畫得真的 我不知道 想清楚 我們再加一點 還快一點 等一下 我再加一點 唉唷 好可惜喔 這次 真滿台是不容易買 我上次講過 所以現在改成 兩天兮兮的影片 可樂或是雪碧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喝水 OK 兩千CC的水 OK 你可以兩千 兩萬CC的水 修醫品 再幫你抓 幫你抓 好 兩千CC的飲料 就拿兩千... 兩千CC的飲料 你要高到水 就幫你高到水 你高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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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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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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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塊也是 可力大了 好 好 希望你上來 因為你都沒有上來 快一點 好 稍微就把他拆起來 整房子 就是這個斜角 然後再跟整房子 然後再把他拆起來 你想試 你可以上一次上 現在沒有人上一次 你可以上一次 對 對 對 沒有人家裡 扣子 說錯 我扣給他 誒 扣給他 你扣到我 你扣到我 你扣嗎 你扣 你扣 沒有他還想 他還想 我們都要給別人洗 他就可以了 這邊也要給別人這樣 你扣 可是你扣嗎 你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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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扣 你扣 只要你絕對 你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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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扣 你扣 合力就是一直推過去嗎? 對,合力耶,合力 一個加起來是多少? 一個加起來是多少? 一個加起來是哪邊? 我一個人這樣推你 我一個人這樣推你 那你事實上也往哪邊移到 一個合起來是往哪邊? 一個合起來是往哪邊? 一個合起來,你知道嗎? 我到底有意思,就是他這邊往下 然後就往上面往下 然後就往這邊 然後就往這邊往下 然後就往這邊往下 所以他會把你的兩端 弄起來,然後就變了 然後就在這邊 所以這個加 這個 然後加上這個 會在哪裡啊? 你不要再做結果 你這個加這個加這個 直接在這 然後呢? 合力是多少? 這樣 然後呢? 你不要畫足一點啦 那點都點到這個 點到這個 反正大概是少的樣子 從哪邊到哪邊?自然說出來 從哪邊到哪? 這邊 這邊到這邊 好,謝謝 趙東講的證據 有沒有聽懂? 嗯... 他剛剛已經找到圖片了 完全不知道 所以你要習慣向我講話 要上來撤去編 我不是老師 完全沒有畫 你沒有學習的力嗎? 講錯了,透點 好,你要稍微 那至少你可以離開 這段證據,你要聽一下 對不對 換你這樣 我跟你講喔 這樣子就是這樣子 大家知道了沒有 沒有畫面 沒有畫面 沒有畫面,透點 就是跟那個什麼 然後沒事 對對對 其實基本上喔 剛剛 趙東做的事情 是一個最基本的 就是要分解 我們就把力分解成 垂直跟垂直 我把這個力分解成這個 向上的垂 跟這個水平方向的垂 可是我把... 他這樣要那個吧 三角 對 我們先這樣解釋 好,今天他把這個力 就是一個水平力 所以他把這個水平力 加這個水平力 再畫在這裡 水平力就這麼大 水平力呢 在這裡 所以他的合力呢 就是這一段 這個問題 就把水平呢 分成 把一個力分成水平 垂直會垂直 把垂直的跟水平的 畫出來之後 直接泡沫也一定會好 簡單來講 就是說 我們認了一個力 認了一個力 我們都可以把這個力 分解成一個 塑膠球上的一個 水平分力跟垂直分力 好 或者是說 我會給什麼 怎麼分解 我會給這樣分解 我如果用到紅色的 座標器來講的話 它被分解 完全在X軸上 它就沒有Y軸的力 Y軸的力 我如果放在 綠色的軸上呢 我就發現 X軸上有這麼大的力 Y軸上有這麼大的力 這同樣的力都是合成 成本的盤色的力 有知道意思嗎 這個 兩個不同的軸上 就是你可以把這個力 分成兩個 直角形的力 鎖合起來的結果 我再同意再解釋一下 中間的力 中間的力 你的角度是認為這裡是直的 那你為什麼 我難道不可以把這個力分解成 這個樣子嗎 可以啊 可以啊 假設是直角的話 我把這個力 認為說這個力先下面加 再加這個力 加出來對不對 可以啊 可以嘛 可不可以 好 假設大家對這種相較的方式 還不太清楚 我們在解釋一個東西 小明 請小明出來 小明向 向 右 走 30步 好 30步 你說30步就30步 再向 北 右北 向東 對 向東走30步 再向北走 幾步 50步 50步 好 結果他向那邊走 好 假設這個是一個直角的 雷大利 這是一個北邊 這是東邊 他向東走30步 1 2 3 是不是 30步 他向北走 50步 好 他就停下來 他現在向這邊走了 30步 再向這邊走了 50步 他媽媽 在這邊 從屋頂上 從他家樓上 突然看著小明 小明 你要不要往这边走 他可不这样讲 可以吧 往这边就像样的像这样 他往这边加上这边就会等这样 力就符合这个结果 在速度上就像样 为什么会符合 我一天有感觉想想 你会在船 他往这边一直动 我说他的船不就是船 你说是排船 一台船 我说一台船还就是一台船 我是排客 船 往这边前进 对不对 他有一个速度 就是直到这个船 这个风呢 往这边吹 就是直到这个船 这是风吹 好了 假如风吹的速度跟船走的速度 是一样的时候 请问一下 船上的旗帜 是往这边飘 往这边飘 还是往这边飘 船上也变旗帜 假设没有风的时候 他往哪边飘 往后面飘 对不对 假设他没有移动的时候 往哪边飘 假设有风 没有移动 又往上飘 假设他又有风 然后他又在移动 他往哪边飘 对不对 对 懂意思吗 这符合我们的力的加乘 我风往这边作用力 我这样往那前进的时候 这边其实也有风往那边飘 所以他合力就是往那边飘 有问题 这也是有向量的方向 往向量的方向 所以我们再回来 假设 这个人跟陈伟在玩推推乐 陈伟把他推过去了 一掌推过去 那推过去 推推乐 在玩推推乐 跟霸凌 那推过去那一刹呢 刚好陈佑飞进去了 是什么样 陈佑在霸凌他 对不对 陈佑飞进去了 陈佑飞进去了 什么样 这个同学往哪边飘 这样 这个方向飘吗 合理吧 合理吧 所以这是向量的合成 所以这是向量的合成 所以你要假设 陈佑踢的很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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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比较 往这边飞 还是往这边飞 还是不理他 不理他 是ABC 假设他就有一点点推 一点点踢的力量 他往D的方向走 有没有D 有没有D 当他力量变很大的时候 他比较偏哪边 偏偏偏偏偏 合不合理 合理啊 合理啊 是不是合理 所以这是向量的合成 也就是力的合成 所以简单来讲 假设 一个环 我这边试个力 我这边试个力 我希望这个环不要动 我应该从来没再试力 反方向 是这个的反方向 还是这个的反方向 两个反方向 什么就是两个反方向 就是 两个反方向 是不是我可以把 这个的反方向 跟这个的反方向 去做一个合理 好 所以我只要撕给他摆这个合理 我就可以平衡一下 这两个力的大小 所以这个意思 ok 这样什么可以 没有问题 好 所以这个力的合成 跟力的分解 好 所以呢 怎么画图 怎么画图 就自己随便画两个力 然后把 你可以画完图之后 然后把照相贴上 这么简单的技巧 你不会吗 还要用照相的 现在什么时代了 小孩挑完都 现在什么时代了 还要用照相的 你找到这样很难画 小孩挑出来 一周就有 都会 其实都不学老师 我们步骤一下 一大车就出来了 好 这个还是出来 这个还是出来 越来越找 像不鞋子 呃 我们今天来一个实验 叫做磨擦力的实验 但是我还没有 发发来 但是我还没有 发发出来 发地下 后分 哈哈 刚才准备帮他加点 所以他 是为什么 伟心 那是一首歌啊 被你說出来 就变成了 我把這個實驗解釋一下 下次我們要做這個實驗 所以我先解釋一下 這個實驗也很簡單 這個實驗要做的東西是說 我們想看摩擦力 摩擦力受什麼影響 什麼叫摩擦力知道嗎 摩擦力就是 我在這邊 這樣講很奇怪 我要推這個椅子 為什麼推不動它 還沒有大於最大是摩擦力 因為他要推著我 比我這樣推著桌子 你看我現在吃力給他 為什麼他不會動 你手給你腳不要低啊 你腳不要低啊 你現在推哪裡 我在推桌子啊 桌子有一個還真分離耶 沒有沒有我再推全部啊 對啊會不會動 為什麼他桌子不會動 因為我的腳會頂著啊 像一下而已 當然OK 我們早中的意思是說 這張桌子 壓在地板上的力 大於我推他的力 大於F 所以這張桌子不會動 對不對 完全錯誤 我們剛剛已經解釋過力的平衡了 重力會等於支撐力 我們要平衡它 什麼叫平衡它 平衡它一定要我推他的力 而我這個方向的力 平衡我 那才平衡啊 剛剛我解釋半天 力的平衡 可是因為他太重的時候 你完全推不動嘛 他太重的是力是向下 他有辦法推你一個力嗎 蛤 所以我們向下 肥豬都在那邊 你是不是推不動它啊 那是因為肥豬的力氣引力的關係 推不動它 你別的力 你不能用 你的關子還不夠仔細 你的關子還是對的 但還不夠仔細 我要講的是說 我們回到剛剛的問題啊 這個東西被一個力推 它之所以沒有定動 是因為它被平衡掉 它被什麼樣的力平衡 我們剛剛想很自覺的 它一定要有個大小一樣方向 相反的力來平衡它 我去推一張桌子 這張桌子不會動 假設你可以看到這個動力 你可以用想像的 看到什麼 有什麼樣的大小的力來平衡我的力 你要想像一下 它不會動 會跟這東西一樣 不會動 所以它有個力是往往的方向 好 所以桌腳有力 這個方向 來平衡我的力 你這個意思嗎 你幹嘛啦 好 假設趙公說的是對的 假設趙公說的是對 這個桌腳有力 向上 來平衡我的力 這桌對方有什麼事情 要不飛起來 因為它有向上的分力啊 我們不是可以把力做分力嗎 這個力很動 這個力平衡 這個力跟誰平衡 就是下壓的力 哪一個下壓的力 不知道說地心的力 如果說就是地心的力 等一下啦 我現在只看到 我現在沒推上桌子 它向下的力 是不是跟地心的力平衡了 地心的力就是向下的力 我 我說錯了 它向下的力 地心的力 它地心的力 吸引它的力 是不是跟地面支撐的力平衡了 所以它跟我沒有關係 所以我用去考慮這兩個力 可是我推它的力 背成平衡了 我推它的力 這做一個 背一個想像的力 平衡了 我想像它的摩擦力 對不對 它向上的 向下的被吸引的重力 跟它腳 地板給它支撐力已經平衡了 你管它了 結果作用給它的力 之所以它不會移動 因為呢 我們想像當中 有一個力 在推著這兩個腳 是不是 這個力有看到嗎 你有看到它在推嗎 沒有嘛 就跟這個支撐力 你有看到嗎 這個重力你有看到嗎 但是我在推它你有看到嗎 但是重力我們 因為我們學過低吸引力 我們知道低吸引力 我們知道它有重力 所以它一定有支撐力 跟它相抵消 因為 假如我們只去量身 我們可以看到 地板是凹陷的 比方向它受的力 它這個支撐力 把它反彈回來 跟它支撐掉 所以這兩個向上 向下一直停留 不管它 我推它力是額外加上去的啊 可是它為什麼不會動 表示它有個力 抵消我的力 這底下的力 就這樣有差力 好 問喔 問一個問題 我現在輕輕推它 我現在輕輕推它 跟我用力推它 它都沒有動 我輕輕推它的時候 摩擦力比較大 才做 用力推它的時候 摩擦力比較大 還是兩個摩擦力一樣大 所以現在兩個答案 選民說 兩個摩擦力一樣大 趙東說 用力推的時候 摩擦力比較大 其他同學等我來是對的 趙東是對的 好 隆軒呢 誰做的是對的 不能不知道 二前一 你要中立 你要中立 那你要說你中立的理由 兩個都錯 所以是 師弟比較小的時候 力量比較大 我大力量 沒有不確定的 沒有不確定的 我輕輕推它 它也沒有動 我用力推它 它也沒有動 我知道它也沒有摩擦力 是我輕輕推它的時候 摩擦力比較大 還是用力推它的時候 摩擦力比較大 選民說 一樣大 趙東說 用力推它的時候 摩擦力比較大 總統選人說 不確定 你都確定什麼 他說兩個摩擦力都一樣大 然後 然後 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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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欸剛剛 高雄說我用力很大的時候 摩擦就真的很大 那我們再加一個 不是啦 我們再加一個新的 所以你說 反過來 好啦 龍先生你有多一個選擇 你要選哪一個 2比2比2 比1 不確定 龍先生你要想一下 你要想結果 一定要想一個結果 沒有什麼不知道的 因為你不知道小生我們前面白講 我要重新倒帶回你講 一樣大 所以你支持軒語 你支持軒語 所以摩擦一不管你是的力多大 摩擦一都是一樣大 摩擦一 所以摩擦一越大 所以摩擦一是 越大 OK好 噪聲獲勝 我摩擦一 我摩擦一 跟摩擦一 欸 你要給我記上眼睛 仔細聽啊 仔細聽啊 我知道這個 丙人是為了是 丙力相挺啊 但是 其實這個 朋友道義 丙力相挺啊 那不然你太平安了 大家要聽一下 我是一個力 它之所以不會動 你一定有大小相同的力 在底下 我們說這個力量摩擦力 這個摩擦力 也是這個摩擦力 隨著你濕的力大小才兩變 我濕的力越大 它的摩擦力就更越大 我濕的力越小 摩擦力越小 請問對方說 你現在放在那邊 看摩擦力 假設它沒有趴了的話 就沒有摩擦力啊 因為沒有人撕給它一個成像力 它不需要作用的摩擦力出來 好 那檢查一下摩擦力 怎麼形成呢 好 我們拿個放在那邊 放在那個膠底下 它就是這樣子頂住 頂住怎麼來 我放在那邊 這是那個腳 這個地面啊 沒有什麼頂 像這個腳是這樣子 你已經第二次了 那去年講的就是這樣 那你是凹地 所以呢 所以它就卡住了 卡住的時候 我要推它 因為它就推不動了 我必須抵擦它 因為它斜斜的啊 你要想它斜斜的 所以我推它 是不是要先 把它推上來 它才可以再移動 所以這時候 那我不推它的時候 請問它就這樣卡住 就摩摩它 你有沒有橫向的力 沒有啊 所以我推它的時候 是橫邊在頂著我 所以它就有橫向的 牛仔一樣 那我推... 推它就滑上來 滑上來 滑上來 就移動了 我如果真實情況 我如果推它 我的動力 它就移動了 對不對 假如我已經 假如我已經把它推開 那個 間隔的位置 它已經被我推開了 它就開始移動了 好 所以摩擦力行為的原因 摩擦力會跟著你濕的力來變化 你濕的力越大 摩擦力越大 在運動的情況下 就是這個樣子 好 那我們的實驗是什麼呢 我們的練習很簡單 桌面 放個東西 然後呢 我記得有 用陶瓦針 用陶瓦針 它不是那麼準 我們要弄個滑輪在這裡 像滑輪在哪裡 就有滑輪在這裡 再用滑輪 好滑輪 我透過一個繩子 拉拉拉拉 掛滑輪 滑輪的意思 對 滑輪的意思是 表示說這個滑輪是摩擦力很小的 我們就可以幾乎 不用懷念摩擦力 所以摩擦力都可以來自你這個 濕出命傷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上面呢 用了塑膠袋 放 放個拔碼 或是掉拔碼 這邊有拔碼 可以掉拔碼 我們就掉拔碼 看掉到多少拔碼 這個東西會開始移動 會開始移動 要激入它 然後激入它 開始移動的時候 這邊的重量是多少 接下來呢 我們改變這個 東西 我們上面放東西 放很多東西 看它會有什麼改變 接下來呢 我們灌這個 把這個灌掉 再看它有什麼改變 摩擦細數 對啊 就是你用木塊 用鐵塊 用刷子 用刷子 可以啊 這個是兩個刷子 但是我們比較沒有 因為它是必須要一個平面 你刷子是一個小塊的 所以你沒辦法 感到比較不容易刺 它是一個比較大的平面 比如說像這邊有這種平面 這是一個塑膠板 這是一個木頭 所以有教練 是 有時候出來的 它會真的滑 有時候它夾核的核在一起 會大力的滑 就會爬起來 所以它會起來 然後才不知道 可是有時候 我這樣覺得 突然就無視乎 對 它有時候裝滿不一樣 比如說像很多時候 我們講 如果剛剛這裝滿對的話 齁 應該是變其中 我們拿一個大隊 對不對 像有時候 你拿兩片玻璃 很平很平的玻璃 把它貼在一起的時候 它也會吹不動 是一樣 它事實上基本上是黏住的 它有點黏住 它是因為 大西亞利亞的胖子 但是它增加上大西亞利亞 可是 實際上也不單是大西亞利亞 它就是有個 甚至像叫做 叫做 分子跟分子間的吸引力 因為很平的黏住 分子間跟分子間的吸引力 會變得比較明顯 它可能會黏住 就是那種酸魚片 剩餘片在一起的表面不一樣 都不知道 那應該是有水吧 有可能有水 有可能有水 那本身表面有附著力 比如說 水跟油的表面結構不一樣 所以說你各種材質 在這地方所影響到 結果結構不一樣 所以下一段 我們會直接 好 這是摩擦力的部分 我們現在幾點 剩四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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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你不講 因為現在講壓力的話 可能這個 壓力又很大 壓力又很大 其實冬夜給的蠻多了 麻煩我們去殺一下 那就兩天 那就馬上只有兩點 那沒一點不見 那這樣也應該夠一點而已 好不好 那都只有兩點 好 剛剛是 龍軍刀換可樂 對不對 啊 你有要換可樂嗎 OK 那你留這點要幹嘛 好 換可樂 麥當勞 好 十點三 我要不刮千雞雞的綠茶 十點三 十點三 要花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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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 好